嗨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來帶大家參觀我的故鄉 新北市金山 欸不是啊 你不是金山的陳同學嗎 我原本想說今天人設是陳同學 但覺得陳同學好像 講出什麼一朵花 陳同學昨天 我們站到陀螺 那我今天穿的這套呢 是我當時國中的制服 金山中學 002345 三年級 我是國三的 可以嗎 然後那我的書包 當時金山國中的書包 金山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很榮幸 受到我們新北市的邀請 竟然要來介紹我的故鄉金山 要來介紹金山 你不找好好 你還能找誰 你找其他的 我直接在下面留言區洗爆 為什麼不亂找我 為什麼不亂找我 可以嗎 金山終於有一個新的東西了 一直以來都是老街老街老街 沒有 金山就是要新新的 好不好 我不喜歡舅舅的金山 舅舅的金山就是碼頭啊 那什麼什麼斜坡啊 今天來帶大家第一站 參觀我們的金山立體充電場 新的 以前你來金山玩 如果你要去逛老街啊什麼的 其實停車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你要嘛就是去私人的停車場 要嘛就是可能停在 比較邊緣的停車場 然後慢慢的 將遠遠的走到老街 今天有蓋一個新的停車場 就在老街附近 馬上就走到老街 那我們今天 好不好 跟著我們今天 浩浩國中Version 一起去參觀我們的 金山新的停車場 Let's go 大家如果看過我們的 台北一日遊Vlog 跟我們的萬華Vlog 會發現說 領那個Token 領那個磁扣的停車場 這是非常非常不友善 不是這個設計就不好 不是 但是距離沒抓好吧 會不會開車 會不會開車 他那個 他那個轉這樣 他那個轉彎 那個角度是不是一般人 可以這樣轉過來 又來了 我又來了 不是 他這個停車 這個設計是不太好 然後人家尻過來 你要有多一點空間 讓人家尻嘛 那讓我們開門刷的 今天來我們金山停車場 就沒有在困擾 希望所有的停車場 都可以直接改應車牌 不要再讓任何人 去開門去拿那個東西 那如果今天直接掃車牌呢 那個直接打開 哇 會拉風的啊 是不是 停車場就該有這個 車票便是 只有我沒有 不是 那個設計真的不好 你這樣轉過來 有沒有 這樣轉過來 一般來說 我現在來到停車場的一樓 一樓呢 原則上大概就是 富有停車位 還有電動車停車位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看到這個粉紅色的 它就是富有停車位 如果你有孕婦 有小孩呢 都可以停 好不好 這個 我想說 欸 幹 好餓 不要亂停 那個粉紅色的 我有那張卡 金山停車場 他們這次呢 電動車的車位 就是專屬給電動車 電動車你要進去之前 他們會掃描你的車牌 你的車牌 如果確定是電動車 他們的那個柵欄才會放下 才會讓電動車可以進去 所以一般車呢 就不太能夠佔用 這個電動車的車位 欸 我覺得這個設計還不錯 電動車的車主有福啦 在停車場停完車之後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做什麼 當然是上廁所吧 金山停車場 它每一間廁所都設置慶祝廁所 再來 來到了外面 它有設置了一個休憩區 前面有一個噴水池 所以小朋友呢 可以在那邊玩水啊 停完車之後呢 或是準備要上車了 小朋友一猶未盡 還可以在那邊玩一下 放個電 爸媽呢 在那邊吃個東西 然後就坐在這邊 就可以看到小孩在玩 也不用擔心小孩亂跑 哇 這太棒了吧 肯罩 你要去玩嗎 白癡喔 都國中了 國中來玩這個 都玩那些騎士通啊 番薯騰啊 夏天的時候啊 想去那邊玩水 如果你太強 喔 欸 欸 回來 走 啊 啊 啊 搞不好小朋友愛上 不是 太強不好吧 小朋友淡淡變一顆 不對吧 在金山停車場呢 他們有設置這個 車輛定位性 年紀越來越大呢 停完車之後呢 然後你去逛了一圈 回來發現 欸 我剛剛停哪裡 你會發現說你的相簿裡面 會有一些那個 那個 玩車的照片 當你的相簿越來越多這種照片呢 就表示說你越來越老 但是今天我們有這個 智慧的這個 定位系統之後呢 在輸入你的車牌 他直接告訴你 你停哪裡 所以有時候你還會記 假設你停在 183號 你要想183183 啊183 Club 你要記一下183 Club 這樣 小朋友知道183 Club嗎 新裝潢的味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金山停車場 整個外觀的那個 跟這個柵欄 會發現說 它的角度 每一片都是不一樣 我剛剛很好奇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說 很像百葉窗嘛 每一面都是這樣 或是每一面都是這樣 他們每一片的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說 這樣做出來的感覺 是他們晚上在打燈的時候 會有那種火焰的感覺 每一個光 都稱之不齊 光在反射的時候 也不會給鄰居造福一些困擾 可能每一面就這樣 然後說遠看的時候 晚上其實是很漂亮的 我們等一下先逛一輪 晚上回來看 到底多漂亮 我其實這裡沒看過 因為這個停車場 金山的晚上 價了多少分 晚上來看一下 金山好歹也是 依山傍水的一個好地方吧 來到停車場的頂樓 你除了可以停車之外 還是可以欣賞一些美景 金山停車場設置了一個觀景牌 有Fram在這邊 前面就是一個小公園 然後呢 一面山這樣 如果你今天天氣好的時候呢 你往你右前方看 還可以看到金山的美人山 之所以叫美人山呢 就是它的側面 是一個女生 躺在那邊 而且它很酷的是 它的睫毛 建築還是什麼電塔之類的 就很像它的眼睫毛 它的睫毛彎的嘴角 對 謝謝 謝謝藍一鳴 那如果想要聽藍一鳴唱完整百呢 請點一下連結 接下來呢 我該不會要帶大家去 金山老街吧 一起去看金山鴨肉 到底有多好吃 跟著金山的地頭蛇 一起來逛我們的金山吧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了金山老街 評車場那邊走過來其實超快的 走出來 經過我們馬路 就到了 我還記得這個地方 剛開始在學開車的時候 開我爸的車 來這邊不知道買什麼東西 這路很小 我就在那邊回轉 那邊倒車幹嘛的 然後一天 我就把我爸的車撞凹了兩個板金 然後啪啪左右各一個 凹進去 金山老街最有名的就是金山鴨肉 給大家看一下金山鴨肉最有名的 就是端盤子 你要自己端盤子 有這種事情嗎 沒有工作人員嗎 要自己端盤子的 話說 藍一鳴你知道這種東西嗎 聽說現在小學生超紅這個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 最近在逛一些老七 或什麼都要賣這個 後來發現小學生超級流行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 可是為什麼他名字那麼奇怪 滅屬先鋒 不知道什麼意思 所以假設你今天是小學生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好玩嗎 我不知道 這已經是一個世代的隔閡 之前那個紫尖陀螺 我當然還懂 很紓壓 但這個東西我真的不懂 按下去會很紓壓嗎 老闆這是什麼 那他是幹嘛的 那他是幹嘛的 就輸他的玩具 就輸他的玩具喔 好那我要一個 那K-WEN為什麼叫滅屬先鋒 對啊那為什麼叫滅屬嗎 滅屬是什麼意思 我就不知道耶 我老公 我爸媽給我連用錢了 買這個啊 買這個啊 哇 我拿到最新流行的 滅屬暗暗了 小朋友 我是覺得最近有網路 有手機遊戲 有一個東西叫四驅車 好像都比這個東西有趣 只要八十塊 還是他是可以跟同學比賽啊 我這樣我一個仙人掌 然後他一個仙人掌 然後就是Ready GO 然後每個這樣 看可以先把它這樣按完這樣 上一次來老街大概是 三四年前 都忘記什麼時候來了 很久沒有來了 喔 再來我要介紹一個 這個真的是 從小到大的回憶啊 我家左右兩邊也有兩家玩具店 右邊那家還沒開 這兩家玩具店呢 是金山僅有的兩家玩具店 我右手邊那家玩具店 那家叫聖志 我左手邊的玩具店呢 就叫聖志對面 他有招牌嗎 他沒有招牌 他沒有招牌 你們叫的 他應該有店名 可是我們小時候 從小就叫聖志對面 老闆應該超不爽 那你等一下去問他 你們有店名嗎 從小叫聖志對面 叫的大 今天第一次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從小的Game Boy 什麼四驅車 然後一些有的沒有 都是在這兩家買的 而且我還記得聖志對面 那個老闆 我這樣習慣 老闆看完影片超不爽 我沒有名字 我記得有一個 四驅車是給老闆煮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爸給他一千五 還是多少一千塊 然後就把我煮一台四驅車 前導輪是斜的 後導輪還有彈簧這樣 那個馬達要八百塊 然後我的Game Boy的水晶版在那買 玩完幾乎不見 那我來逛一下聖志對面 掃一下聖志 其實他不是叫正名字 應該不是吧 我來問一下 他們也有賣這個 滅屬暗暗樂 如果觀眾朋友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 你可就落伍啊 好不好 你如果你想要跟小朋友溝通 想跟小朋友一起玩 這個東西是一定要買的 我遇到蔡爾家工作室的人 這邊 大陀佛 大陀佛 你看大陀佛這麼好找 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們這家店有店名嗎 你們叫做 喔就是心晶蓮香 喔心晶蓮香 喔心晶蓮香 謝謝 所以我從小到大的 謎終於解開了 甚至對面 叫做心晶蓮香 喔 從小到大都叫外號的朋友 突然跟你講說 喔我叫做張家豪 張家豪是誰 我只知道你叫阿明 那今天聖智沒有開 那他們就是兩家玩具間 互相battle 互相競爭這樣 但我還記得聖智老闆長什麼樣子 我從小看到大 我還記得聖智老闆 就一個禿頭 不是 不要亂講 買Gameboy卡帶啊 買一些玩具 遙控車啊什麼的 我們都會來聖智跟聖智對面 現在還叫他聖智對面 以前二樓有一家 沒了耶 以前這邊有一家麵店 陽春麵店 小時候的週末 都會跟我爸媽來這邊吃麵 那種陽春麵啊什麼的 在二樓 啊沒了 然後裡面就是菜市場 今天的菜市場 我的阿公阿座是賣豬肉的 他們都在裡面有擺攤 然後我的姑姑現在在裡面有賣水餃 對裡面就是那種很傳統的事情 即將快看到我們的金山廟口 欸這樣是廟口鴨肉嗎 這個鴨肉還是鴨肉 我也搞不太清楚 但應該是鴨肉 從小講鴨肉講到大 就是前面這邊有一個廟 然後廟的前面呢 就在賣鴨肉 它就是這邊有那個廚師在出菜 然後呢你選好你要的盤子 選好你要的料理 你就直接端走 然後你就端到後面 它有很多那個號碼 你就端到那個店面裡面去吃 不是說你點好餐 然後工作人員 或是店員會送到你的餐桌 沒有 你要自己端盤子 你要自己端料理 去你的餐桌 有點像是自助餐 然後當然是那種盒菜式的自助餐 你要端整個盒菜 去你的那個座位上 很屌 中餐今天就吃金山鴨肉怎麼樣 我們來一起來端盤子 一盤鴨肉 欸這不好拿欸 它那個水會這樣 端來用去的 一盤炒麵 小份的就好 小份的就好 對 欸這個 是蠻不容易的啊 因為它 都湯湯水水的 而且這邊人有很多 很怕會倒出來 很怕跟人家battle 跟人家撞 而且手 手會有 手會有 不要撞 不容易喔好不好 你看 你看它這個水 是會倒的 耶 第二回合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中餐 經過一半泊著之後 我們先來吃中餐啦 開吃開吃 Let's go 吃飽喝足啦 逛到金山鴨肉之後呢 再繼續往前走呢 就是我 的國中 要回去 教課出來 陪大家玩金山這樣 老街逛完了 然後呢 這邊這樣上去 這個大上坡 這樣上去過去 就是我的國中了 所以以前呢 我都騎腳踏車上學 而且那時候變速也很爛 然後會這樣 然後有時候會被捅一笑 他想說 城障你為什麼不下來欠 然後那時候想說 我不要啊 我就腳不腳踏的地 我就想這樣 頂上去這樣 未來呢 來這邊逛完老街之後呢 斜坡走上去 就是小弟我的 金山中學啦 好不好 我以前都會把我腳踏車 停在這個 香店 我以前都會停在 這個 或是這個 我那時候腳踏車的密碼 因為我是用密碼鎖 然後腳踏車的密碼 都會被我同為破解 上次有一次在把我腳踏車 我腳踏車整個幹走 其實我的密碼是1234 我就只會調後面那個 所以我的密碼是1235 帳面上是1235 他們就知道我很懶 我只會調最後一個數字 然後他們就把我的密碼解掉 然後就把我腳踏車幹走 然後我想說 看我頭上不見了 然後他們就騎著腳踏車來說 欸你知道在找腳踏車喔 北區別人農 別人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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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吃了 接下來我走的這條路呢 就是 金山的大馬路 叫中山路 然後那個金山王肉包 欸我小時候還沒用 那一家好像是我 到時候上高中的大學開的 欸他生意超好 假日人超多 金山狗狗金山貓 這好可愛 地瓜球 地瓜球 對 沒有錯 接下來帶大家去 溫泉公園 以前這邊是籃球場 所以以前要打籃球都來這邊 但這邊很早以前就改建成那種 休憩的觀光公園 所以籃球場很早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現在的國中生 郭老師應該去哪裡打籃球 可能就去學校 他們好像改建過一圈瓦奏 從來這邊泡湯 還有我阿公 因為公共浴室好像很便宜 二三十塊吧 幾十塊你就可以去泡澡 泡溫泉什麼的 因為今天在這邊其實也蠻多溫泉的 我以前我表哥家就在老街旁邊 就在這附近 在那邊過去那邊而已 他們家有溫泉欸 很屌欸 所以他們家的那個浴缸 有三個水龍桶 一個是冷水 一個是熱水 還有一個是溫泉 所以他們家直接可以洗溫泉 然後我還記得他們家的浴缸 都會有那種硫磺的痕跡 就很像外面在洗溫泉那種硫磺的痕跡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是好還是壞 在家裡有溫泉是蠻屌的 但是那個那個硫磺是蠻難洗的 蠻難洗掉的 那這邊一直往上呢 就是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各大專院校各高中生們 如果你在北部的 你應該多多少少都有聽過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嘛 很多辦活動啊 辦團康啊 很多都會在那邊 高中之後大學之後 發現說 團康活動竟然辦在我家旁邊 很快 回家超方便 那時候我爸爸就很想來看 但是你知道高中生 高中生辦活動 爸媽來看就很丟 就不要來 白癡喔 然後爸媽就在旁邊偷看 爸媽會參與你人生各個階段 所以我們那時候大學辦活動的時候 我的全系只有你爸媽去 很屌欸 很屌 他們就是我們那時候畢業公演 然後他們就坐在前面 他們都會來 他們也蠻閒的 畢業頂領是一定要來的 然後高中懲罰 大學的一些表演 他們都有來 高中有時候辦什麼 屬訓 韓訓 然後或是一些什麼營隊 如果他們 能夠來 他們都會想來 但 我都叫他們不要來 因為你知道高中生 那就很屁嘛 就說跟同學們一起在玩 突然爸媽出現 不是很尷尬嗎 當爸媽應該覺得說 白癡 我就想看小孩 當小孩大概已經有點羞恥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很奇怪 不要來 可是你再長大一點 就覺得說爸媽來也沒差嘛 帶爸媽一起去玩啊 找什麼的 就OK 但大概就是那種15歲到20幾歲那個年紀 爸媽出現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現在來到了神秘海岸的入口 讓他一個小樓梯上去之後 就可以準備進入我們的神秘海岸 到底多神秘 來帶大家探究竟 Welcome to神秘海岸 觀光客們 如果你今天想要來金餐玩 想要來神秘海岸 我是不太建議你穿高跟鞋 或是很難走的鞋子 因為呢 神秘海岸它就是地質公園 它的路很難走 你有可能會受傷 所以我是建議穿比較好走的鞋子 防滑一點 然後如果可以防水是最好的 腳有時候會被海浪潑到 攝影大哥阿中 小心一點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了各位 潑到洶湧啊 你們自己小心喔 真的 接下來要帶大家來到的是 神秘海岸的第一站 一個小洞窟 小小的隧道 好 觀眾朋友們 記得樂是要帶走好不好 觀眾朋友如果還記得 有一支潑水哥Sperry 就是魯拉拉 有一卡我就在這邊拍的 那時候就來這邊測試他的那個 抓地力道強不強 所以我就來這邊拍 還有一支是 那時候跟來一名 拍海倫先路斯洗髮精 我就被困在這個石頭裡面 也是在這邊拍 但那支影片已經被下架了 因為那支影片我就不小心穿著警察的衣服 被檢舉 我就被真的被送到警察局了 好不好所以你想看也看不到了 哈哈哈哈 小弟的老爸是這邊的常客 他很常在那邊發現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邊呢 等一下看過去 那邊有一個他說 HELLO KITTY 10 我是覺得有點不像 那他一直覺得說很像 那給觀眾自由新鎮一下好不好 他說那個叫HELLO KITTY 10 我把它照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是有點不像 眼睛 嘴巴 這樣子 謝謝陳爸的 的幽默與創意 他來了好快 金山就這麼小 他準備來給我們導覽了 他等一下第一句話 一定問我說 你有沒有看到HELLO KITTY 10 陳爸好 幫你別個貓 怎麼樣你要替我們導覽了嗎 這裡藏了一隻貓 你沒有必要看 我就知道 我剛剛就說 我爸第一句話一定會說 你沒有看HELLO KITTY 10 我們看了啦 我們看過了 看過了 太好了 你們怎麼知道那裡 因為我 聽你講過大概35萬遍了 你看 天然的拱橋 可以睡了 睡橋下 開 還在那邊玩 可怕可怕 我爸說那個叫做鯊魚石 你看鯊魚的嘴巴 等一下 這就是你自己 沒有沒有 這是 是查得到的 真的喔是真的有 所以Hello Kitty是你亂掰的嗎 對啊 Hello Kitty是我亂掰的啊 官網找不到這個啊 所以搞不好這集播出之後呢 官網就會把這個Hello Kitty的石 正式列入他們的官方的那個 文獻當中 然後結果3D又跑來騎 這個石頭下面是內行人的休息站 有些觀光客他不知道就走過了 這裡可以 看海聽海 好在這裡沉濕 這就是睡午覺 國中翹客仔 我爸說的這個叫做柯頭石 其實這蠻像的 欸這個是你自己亂掰的 對是我亂掰的 官網也沒有這個 很該列入官網裡面 這個有著名雕刻的風格 因為這真的是蠻像的 這塊石頭叫做木紋石 就像木頭一樣 我不知道官方有沒有這個名字 可是我自己取名叫做木紋石 然後木紋石上面 有幾個神秘的圓洞 這個喜歡講外太空人的節目 就可以來這裡探訪 為什麼會產生神秘的圓洞呢 寶傑 寶傑 你是地質系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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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胎魚又叫做夫妻石 左邊是爸爸 右邊是媽媽 然後剩了一個小孩子 叫做夫妻石 哦 漁民就是出海捕魚 然後那艘船就 就沉默了 然後老婆呢 在岸邊一直哭哭哭哭 哭了半天 然後她也跟著頭海了 然後感動了老天爺 後來這個石頭就從海面上浮出來了 這是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 小孩子咧 小孩子是 他們給他的 後來就生了 後來就生出來了 原來是後來生的 那我就懂了 鄭重介紹 印第安老人石 側面就像是一個印第安老人一樣 而且他的眼鏡你看 他眼睛都有很多皺紋 這個是官網沒有的東西 官網也沒有 這個點離安邊比較近 所以要小心 真可怕 要小心 這一顆石頭叫做 鷹嘴石 有一些不要命的網美 就站在上面 然後拍很漂亮很恐怖的照片 下面掉下去你就再見了 你就回不來了 你就七天後再回來 所以這裡是管制區 繩子就綁著 不要進去 為了安全不要進去 這個碉堡呢 剛好看到海洋 這是應該是機槍堡之類的 很漂亮喔 Subway機槍堡 我們現在人在石頭山上 如果你從神秘海岸下面一直走上來 所以到這邊 或者是你可以從另外一邊 這樣走過來 反正條條大路通 石頭山頂 竹台雙置 是金山八大美景之一 有哪七大 我都不知道 就我們剛剛看的竹台魚 是這樣 它有一個做一個圓環 從這圓環看出去呢 就是它這個 很特別的地標 沒有想到其實自己住的地方 這麼漂亮 因為已經都習慣了 半來城市才發現說 原來自己家以前 是這麼漂亮 我沒想到啊 觀眾朋友們 竹台雙置 好不好 還要爬山喔 不是要下山了 對 爬上去最後就下山了 下面那個叫黃港 那邊有一個 很像停車場的地方 之前我在拍那個 山林的那個比賽競速 兩個人在那邊賽車 我就在那邊開 因為也不太可能 在馬路上拍這種追逐片 我就只能在這種 鄉下的 小小的漁港旁邊拍 成功 阿賓公好 不要亂倒燒 會被禁駕很可怕 我現在人在黃港的公共浴池 那來帶大家去泡個腳 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泡腳的那個溫泉 都看起來蠻濁的 但不要以為它就是爛泥巴 它就是因為有含很多鐵汁 什麼什麼的 意外的蠻多人 我以為就假日才會有人 沒有 這邊可能很多那種東京北部 下午沒事就來這邊泡一下 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有空來金山玩呢 就是 經過黃港這邊呢 可以來這邊泡一下 好不好 不用錢 不用錢 剛剛我們經過了一個 金山的波浪路 然後到波浪路的鏡頭呢 你就會發現很多攝影大哥 拿著大話在那邊拍鳥 有可能博恩也在裡面 有可能 他們在拍什麼東西呢 來拍我們的東方白罐 這隻東方白罐本來是猴鳥 是飛來台灣然後又要飛走 可是這一隻已經停留很久了 停留快一年了 旁邊一些像鴨子的東西 那些都是猴鳥 因為金山的清水濕地呢 是台灣北部第一個休息站 就是猴鳥來台灣的第一個休息站 所以很多猴鳥會來金山清水濕地休息 以前這個地點也來過丹底之後 所以就很出名 我現在人在我們今天的 算是最後一站吧 大概是最後一站 中角灣 中角灣呢 是在金山往淡水的方向呢 的一個小小的沙灘 但這個沙灘呢 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 而且它管理得很好 它旁邊呢 就有一個遊客中心 旁邊呢 就有不管是沖腳啊 然後咖啡廳啊 它整合得很好 上次我們拍一個武士 兩個武士對決就在這邊拍 帶大家來看一下中角灣 陶白白 天氣再好一點了 這邊是很漂亮 你去看我們那個 武士道那個影片 武士絕對的影片就發現說 欸 那邊真的是蠻漂亮的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去附近的 旁邊的咖啡廳 買杯咖啡 看光個海 喝杯咖啡 今天就是這麼愜意的行程 不要以為金山就只有老街 你也就只有單盤子 你不知道現在先生 你要什麼 我要最貴的 最貴的 呃 冰龍草 謝謝 讚 耶經過一整天的金山遊 觀眾朋友們 對金山是不是有更多的認識 我帶大家去的地方呢 可能都是一些非常必去的觀光景點 如果你常來金山的 你可能都已經去過了 之後呢 你們再更私密的金山景點 請鎖定HowFunk的頻道 那總之如果未來你想要來金山旅遊 還有金山觀光的 再也不用去到處找停車位了 身後的 金山立體的停車場 喔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一整天下來 真的是蠻開心的 因為從小到大呢 就在這邊長大 我一直以為從小到大生長的地方 就都很遜 好像啊 丟臉看 從這邊來鄉下來的 沒有金山很酷 金山Jr High School OK 甚至買了一些網卡 我甚至也沒開 甚至對面要開 甚至對面 我心 心什麼什麼香的 老闆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是外縣市的朋友們 也很歡迎來金山玩 金山本身就很好玩了 旁邊那種野柳啊 萬里啊 淡水啊 相對就遜一點 這些戰地園呢 你們這些 這是什麼萬里的 淡水三隻 不要在那邊開玩笑了好不好 我們Golden Mountain OK 鴨肉要自己端 多棒 你在萬里有自己端盤子嗎 都是店員好端端端端在你的桌上 這喪失的那個樂趣 我可以請小朋友在下面留言說 這到底在哪裡 這我不懂耶 那觀眾朋友們 為了來金山玩了 其實真的很方便 你看這個國光客運的 一般公司就到了 那我們這邊沒有火車站 你只能搭客運 要不然就自己開車 對沒有U-bike 我們不要連金山什麼都沒有 金山有U-bike 你可以從金山然後銀杏金公路 一路這樣騎回去 喔 不要忘記我們今天的重點 停車場 我真的覺得 業配停車場 真的很屌 好啦 金山什麼最好玩 就停車場好不好 好啦 就這樣子啦 金山見 不不不 現在時間大概4點多塊5點 雖然天還沒有黑 但是停車場的燈已經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停車場的燈光 就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它每一個那個柵欄的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他燈打上去 反射出來那個光的高度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你看過去呢 它不是非常非常平整的一片光 它是有稱之不齊的這個美感 不完整的完整 不完美的完美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個設計的概念真的很棒 然後它的這個顏色 其實也是有一些含義在裡面的 因為我忘記那叫什麼名字 但是其實金山它的漁船 有些會打那個大光 然後打那個光下去 打下去呢 下面的雨就會說 怎麼怎麼那麼亮啊 就起來 啵啵啵就起來吃東西 然後砰 漁師全部把它補走 設計師就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的一個意象 設計出了我們這個停車場的 這個顏色 然後跟這個意象 很棒 我覺得晚上這個東西放在金山 非常非常適合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晚上的金山其實也是很美的 好不好 觀眾朋友們 不知道去哪裡的 可以讓我們店長玩一下 好 嗨 大家好 拍完金山這麼多天之後呢 有一天我在收拾我們拍攝的道具 我就從那個金山國中的書包拿出這個東西 然後某AFU他就跟我說 欸 你有買這個喔 然後我就說 欸 對啊 他就說滅屬戳戳了 他跟我說 你知道我什麼叫滅屬嗎 你們知道我什麼叫滅屬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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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英文叫做 MATH 什麼P MATH MATH 數學 就是MATH 錯錯了 不是POP IN喔 謝謝台灣翻譯 我沒想到為什麼是滅屬 難道你腦鼠吃這個會死掉嗎 不是 他是MATH 後來他的玩法是什麼 他其實就是小時候我們玩過這個東西嗎 你們應該小時候我們客餘活動 就會玩這個東西 然後畫這個 然後一人就是可能畫一到三個這樣畫 畫 你們沒有玩過 有 我有玩過 阿正玩過 你們這些 我年輕人 都市人 好 我先跟你講這個必勝法 必勝法 這個遊戲有必勝法 松田祥太 松什麼祥太 不重要 不重要 哈哈哈哈 我們前面已經夠長 廠商叫我們要刪掉 我後面又補這麼多 請那麼多 不要緊張的東西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的方塊有幫助嗎 沒有幫助 反正總之你去競賽玩 去停車場玩 就去買我們的MATH 戳戳了 好不好 這個好玩 有趣的 好啦 廠商對不起 我影片立刻結束好不好 掰掰 誒 陳昭呢 阿不是約這裡拍攝嗎 哈倫勒 他在遲到耶 誒 我們去問那個學生好了 誒 同學 同學 你有看到那個網路上那個浩哥嗎 你說我566 什麼566 你是哪個年代的啊 不是喔 我要去看MVP情人啊 誒 你也叫陳之浩耶 阿你是誰 不要亂拍啊 所以 你在這邊幹嘛 等我同學啊 我們要去玩那個啊 戰鬥陀螺啊 阿可是 可是 沒有要去聊我其實通啊 阿可是你結婚了耶 不是啊 阿這 交換禮物啊 阿你幹嘛不戴口罩喔 那個時候也沒疫情啊 白癡喔 阿你怎麼知道有疫情 阿你們找那個浩浩幹嘛 阿他說要帶我們去尤金山啊 尤金山 白癡喔 阿尤金山我帶你們去就好啦 我今天國中的耶 阿你不用上課喔 今天禮拜三耶 今天 今天 天神 所以 夜 祝你 ienen 好像 看